作词 李宗盛 平凡的一生 是爱过一个恋人 你不停不停找寻 只为他有个安慰 有些人留下的 足以感动一生 有些人留下来 孤独承受 Oh 老板 Oh 老板 如果有下辈子 我还要做你的耳鱼 Oh 老板 Oh 老板 感谢你给了我 一个温暖的家 温暖的家 我的老板 我的老板 我做过的事情 不值得骄傲 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对于小娜这孩子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因为 她让我的生命有了意义 我理解 对不起 袁山 我误会你了 我必须说回我刚才说的话 我 我也是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也能够清醒地面对事实 只要你跟我说清楚 袁山 我真的误会你了 可能也有责任 如果你事先跟我沟通好 那我也会 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个事实 解决问题 就像现在一样 是 是我不对 特别是今天晚上 我不应该骂你 我能理解你 你只是太渴望 改变自身的处境 可正一面当年你那样做了 今天你才有能力补偿他们呢 李沛 你知道吗 你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从今以后 我在你面前 再也不用戴着面具生活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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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得了第一名 我儿子得了第一名 你快看哪 你快看哪 我儿子得了第一名 阿姨他 他 他连续几天都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 也许等儿子回来了 他 他会好一点 子诚不回来肯定是去上晚自习了 阿姨 你还好吧 阿姨好着呢 阿姨 你知道子诚现在在哪儿吗 阿姨当然知道了 子诚啊 肯定是在学校旁边的那快餐店里 他平时没有地方去的时候啊 他就跑到那个快餐厅里 说呀 不会烦着我们 我还没说完呢 给我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第一名 这是三好学生 子诚 跟我回家去 回哪个家呀 哥哥 咱们回家吧 我啊跟你介绍外婆 她一直想见你呢 还有啊 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回 内蒙古 去见我齐木格奶奶 我带你在草原上骑马 咱们一块儿玩 你说的那是你的生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啊 因为你是我哥哥 我的生活就是你的 我哥哥 咱们一块儿回去啊 行了 你先出去会儿 我跟你哥哥带走谈谈 你怎么回家呢 我去哪儿 我好想去哪儿 我去哪儿 找到你的吧 是你妈妈许晴告诉我的 她跟我说 你以前上学的时候 经常一个人坐在这儿 在那儿看书 她还告诉我 说你只有在看书的时候 你的内心才是最安静的 子澄 我知道这几天出了一些事 对你来说是个打击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应该去面对 去解决 我没有不想解决 这个事情根本就在我想象之外 如果换成是你 你能接受吗 说大话谁不会 我的世界瞬间就崩溃了 这种感受你有过吗 其实我也是个孤儿 我从小 没有爹 没有妈 是舅舅一把手把我拉扯大的 十二岁那年 我舅舅也没了 我的舅妈就不肯养我了 她告诉我的亲生父亲在内蒙古 给了我 给了我一个地址 我当时一堵气就离家出走 我就一路找过去 这一路之上 没吃没喝 还老是被人欺负 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流浪了两年呐 两年之后 我才到了内蒙古 后来呢 到了内蒙古以后呢 有人告诉我 是我亲爹早就死了 当时的我 浑身负重 躺在路边都快死了 幸好碰到了一位 这个世界上最最善良 淳朴的阿嬷 是她救了我 还让我住在她家里 这位阿嬷 就是秦木戈阿嬷 你真幸运 对 答答以后我就发誓 我发誓一定要报答她 我要拼了命地去报答她 你在秦木戈阿嬷怎么说 她说孩子 你不用报答我 你只要以后我去做一个善良 有担当的男人 就对得起我了 其实我跟你说了这一切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孩子 作为一个男人不能逃避 你这样做的话 会让爱你的人伤心的 跟我回家吧 我回哪个家呀 我都没有家了 孩子啊 你的亲人在哪儿 哪儿就是你的家 这样我们先回去 以后的事 我们以后再来解决 子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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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捧妈了 子澄 子澄 你怎么不离捧妈呀 子澄 子澄 没事没事啊 你做噩梦了 我儿子呢 来 我儿子呢 他快回来了 他不会回来了 你在骗我 我刚才梦到子澄了 子澄一直在喊骗子 骗子 他是不会再忍我们了 不会的 不会的 而且我们养了他二十几年 他怎么会不认你呢 他不会理我们了 他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 他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 他们好像在等你 还没睡呢 他们怎么睡得着啊 他们怎么睡得着啊 进去吧 不是说好了吗 回来以后马上就进家门 怎么回事 你这人真奇怪 逼着他们告诉我真相的是你 把我找回来的也是你 孩子 这一点都不奇怪 我希望你知道真相 但同时 我也想看到一个有担当的你 高中的时候 我下晚自习回家 那时候还没这些路灯 从弄趟口 我就能看到我们家这灯光 当时觉得 只要有家给你留灯 这个世界上就没什么难关是过不去的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我会害怕这个家 害怕这灯光 要不就住到我们那儿吧 那儿 子澄 你想没想过 你要是不进去 你妈会怎么想 你妈就算是有天大的错 不管怎么说 她把你养得这么大 我妈她 怎么样了 她 挺严重的 进去吧 万一你妈要是有点什么事 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回去吧 子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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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到哪儿去了 你要祭祀母妈和阿爸呀 妈 你还好吧 你回来妈 还有什么不好的 那就好 不早了 我先睡吧 爸 儿子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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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儿子做小夜去 儿子 快把它吃了吧 这你最喜欢吃的溏心蛋 你看看 这两天你都没好好吃饭 你看 人都瘦了这么多 明天要给你买骨头汤补回来 这不是你最喜欢吃的溏心蛋吗 你不是说你从小就喜欢 吃妈妈煮的溏心蛋 说吃了母妈头的溏心蛋 你就什么忧愁都没有了 来 吃了 吃了 子澄 给你妈的话吃了啊 姐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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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澄 姐 姐 让孩子自己吃吧 好不容易把子澄给找回来 对吧 你们又把他给送回去 我说你爸犯傻 你脑子也犯傻呀 你跟他一块糊涂呀 合着现在人家一家三口 在那儿团聚了你知道吗 咱们白忙活了 行行 别再说 别再说了 你当时就应该趁热打铁 让他们断绝关系 你说说看 紫辰都已经知道真心了 干吗还叫他们叫爸妈呀 你不是自可打自个儿脸吗 断绝关系 有这么简单吗 人家王强和许晴 养了他二十多年 不是说断就能断得了的 儿子 都是我们的错 你就别惩罚自己了 你该吃就吃 该睡就睡 你妈现在神经衰弱 受不了刺激 无论如何 我们带你 都是当亲生儿子一样的 所以爸 有件事要求你 我累了 有什么明天再说吗 你等爸爸把我说完再睡吧 我不想听了 但是您给孩子 刚才你没看见 你不要看书 你怎么把我都放过 那你算了 良心的妈妈 我为难受过 我算是和你 我的男生 不是 一人 做的事啊 真挺缺德的 这现在可怜啊 也是自作孽 咱们倒没必要 非要看他们的脸色 不管怎么说 你哥不是三岁小孩子 他都成人了 二十多岁了 他自己 他有自己的主意 咱们替不了他 我只能 sano 平安 出灭 把家里干什么 出灭 ters 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诚 你可别做傻事啊 你知道你和小娜的生命 多么来之不易吗 那是用母亲的生命换来的 你要是寻死 对得起给你生命的人吗 沙陀叔叔真是挺可怜的 这么多年都以为你死了 你想想 当年你生下来才三天 听说许晴和王强 趁你妈妈葬礼的时候 把你抱走了 要不是你跟小娜 命中注定要相认 他们怎么可能找到你呢 要恨就恨命运吧 谁让那个时候 我妈他们那么信任许晴呢 还把你交给她待 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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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要去哪儿啊 你是不是要去找下坡呀 这儿才是你的家 我 我们才是你父母啊 子诚啊 不要这样 有话好好说啊 你们让开 你要去哪儿 我不让你走 我不能让你走 我要离开这个家 你要去哪儿 跟你没关系 儿子 你走啊 儿子 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你真错人了 我不是你们的儿子 你们让开 我必须离开这个家 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了 你别走 儿子 你不能走啊 不能让你走呀 你要走了 我可怎么办呀 我可怎么办呀 你们忘了吗 我跟你们没血缘关系 我是你们偷来的 之前我以为你病了 天哪开来 你好 儿子 走吧 儿子 儿子 你不许走 你爹走 弄开 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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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妈 妈 妈 没事啊 我在 我在呢 妈 没事啊 我在呢 来 来 去吧 你干吗 美女 养生 你干吗 满了 可是你干吗 人生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干吗 他们干吗 你干吗 入院手续办好了 麻烦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不用 我打个车回家拿点东西 你就陪着你吗 알고 Acts elemental 婉婷 秦 婉婷 看妈妈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你看 米老鼠 蛋糕 吃吧 儿子 妈妈 太贵了 我不舍得吃 妈妈给你买的你就吃 吃吧 好 妈妈 你也吃一点吧 妈妈是大人了 妈妈不吃 妈妈不喜欢吃 吃吧啊 乖儿子 米老 谢谢 妈妈 我 爸爸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你小时候啊 要爸抱着你哄你睡觉 所以呢 就弄出一些毛病来了 不过没关系 你知道吗 这台电脑啊 是爸爸妈妈 存了很久的钱 才买到的 所以你一定要珍惜 更加用功读书 为我们王家争气 好不好 好 好 儿子 插呀 插 来 回来 复旦大学录起通知书 王子诚同学 你被我笑计算机 本科专业录起 好 好 我们家子诚真出息了 怎么了儿子 爸 妈 学费太贵了 我怕咱们家 傻孩子 我们就是倾家荡产 也得供你去上大学呀 对 供个大学生啊 我们还是供得起的 自查 你恨我们吗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们把我抱走 为什么不找一个 别人永远都找不到的地方 都是我们的错 我们当时 太想要孩子了 不会上海 我们还能去哪儿 你知道吗 这些年 我们一直挺心吊胆的 如果沙叔叔 他不过来找我 你们是不是打算 瞒我一辈子 我们瞒着你 也是为你好 你们太自私了 我真佩服你们 二十多天 你们竟然能够吃得香 睡得闻 吃得香是睡得闻 我们为了你 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放弃了单位分配的工作 起草谈黑 你长这么大 让你为什么操过心吗 你想要的东西 从来不等你开口 我们都给你买的 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你对我们来说 和亲生儿子 是一样的 我们这辈子 借我们最大的能力 给你最好的一切 不管你们对我有多好 你也改变不了 要是你们偷来的这个事实 你想到这一切 我就要失去理智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 我就像你们亲生的一样 可是你想过 你们想过我的痛苦吗 是我们的错 是我们自私 你就原谅我们吧 你能原谅我们吗 别说了 等他好点了 我看我还是搬出去住 若只要一跟你们在一起 我就忍不住笑的一些事情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自成啊 我妈这累来 叫我妈呀 叫我妈呀 炸得真好听 再叫一声 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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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你别走自成 自成 妈知道错了 妈知道错了 你要妈 你要妈怎么赔偿你都行 你都行 我们去打官司 打官司 谁也不能抢走我的宝贝 自成 自成 沙叔叔 你怎么不跟我说的呢 这事还是王强告诉我的 我怕给你们添麻烦 傻话 怎么叫添麻烦 你的事不就是我们的事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直痛恨你 当年把我给偷走 你恨他吗 你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儿照顾他 毕竟他养了我这么多年 就是这个道理啊 我虽然痛恨他 但是我也感激他 他把你养了这么大 孩子啊 说到底咱们爷儿俩 还是一个心思 是 沙叔叔 那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 刚才我看着他 我真的希望他 永远都别再醒过来 为什么 你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不知道他醒了以后 我怎么面对他 他神志不清的时候 我可以过来 可以照顾他 可以给他端水擦脸 我甚至可以叫他妈妈 都行 可如果他醒过来 我看着他 我就会想起 他就是当年把我偷走的那个人 他就是个贼 你 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去想呢 无论你是不是他们偷走的 那都说明他们爱你啊 他们对不起的是你亲生的妈妈跟我 我 就算他们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 但是罪不至死吧 他们还是爱你的 你是个好孩子 心地善良 你一定要多记住别人好的地方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如果一个月以前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 子诚啊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也懂事了 又是大学生 你自己拿主意 我又想他们打破 小娜 嗯 别偷牢啊 你赶紧干活啊 我困死了给我一杯拿铁 嗯 嗯 知道刚才谁回来了吗 谁呀 不会是陆文静吧 真的是她 是的 喂 喂 文静啊 你在干吗呢 你不知道我们是有时差的吗 我还在睡觉 拜托 你都睡下了 好好好好好 妈妈没什么事 就想跟你说几句话 没再生妈妈的气了吧 没有 不过呀 以后你可千万别拿人家送秘书的饭碗 来威胁人家了 我就是那么一说 你看这送秘书的 还真当真了 真是的 行行行 就算你把我强调到国外 你也只是开开玩笑 别闹脾气了 妈妈这都是对你好 以后你就明白了 好 乖乖地睡觉吧 妈妈一个星期以后 我就过去看你 好吧 乖 好好睡觉 你来干什么 天晓纳给我打电话 说你离家出走 谁也找不到你 你知道我多担心吗 我刚下飞机 连多恩多机场都没出 直接买上机票就飞回来了 看你没事啊 我也就放心了 既然你走了 就不应该回来 我担心你 凭什么天晓纳能关心 我就不挠 晓纳她是我妹妹 王子超 你这么老实的人 现在也学会认妹妹了 这是长本事了 我们是双胞胎 她是我亲妹妹 双胞胎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你爸妈他们养你不容易 你不能不管他们 你看我 其实啊 我爸也不是我亲生爸爸 他跟我妈结婚的时候 我都十岁了 但是他对我非常好 所以啊 我就在心底 就把他当成亲生爸爸一眼看待 你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你的事 看来咱们是同病相连呢 文静 你们家是不是特别有钱呀 还行吧 别逗了 一般人能说出国就出国吗 文静啊 咱们两个的家境相差太远了 可是我不在乎 我真的不在乎 别说了 都说了好几百遍了 文静 你帮我一个忙吧 我都好几天没洗澡没换衣服了 你帮我在这儿照顾一下 我回趟家洗个澡就回来 没问题 放心去吧 他对我笑了 他终于不拿我当外人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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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点餐吧 陆文静 真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小声点别替我名字 被我爸妈说了 爸妈发现我就完蛋了 我假装就加拿大呢 你什么情况啊 还笑 爸妈知道全都完蛋了 你爸妈还会找到这儿来啊 江总 您放心 您交代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好的 我听说你想租房子啊 我那个家真的没法回了 我得想办法自己找房子租 而且这几天我都没回公司 今天我得回去看看 你放心 房子那边我帮你看着 没事 我自己找就行了 你们有什么消息 帮我盯着点就行了 没问题 放心吧 小娜 别聊了 那边客人等着呢 怎么回事 我知道了 舅妈 舅 赶紧干活去吧 王子晨 你还想不想上班了 对不起 我们家里有点事 有事你也得请假呀 打你电话也不接 别玩失踪啊 沈哥 人家都说了家里有事 您就高抬贵手 放他一马吧 我们部门是不如你们部门好 但是你现在人在这里了 也不能拿矿工来相继抵抗啊 我们家真的出事了 你说有事我就相信啊 王子晨 只有你这样瞎折腾 就是老祖老子也不行啊 喂 妈 陆文静你给我滚回来 怎么滚 非要是三公小时呢 还掩饰吗 还在这儿跟我掩饰吗 我知道你在哪儿 你怎么知道的 你拿了我的卡 买了那么一大堆东西 你当我好糊弄是吗 在那儿等着 我已经让宋秘书去接你了 文静 走吧 哥 你今天心情很好嘛 你是不知道啊 自从小哥找到以后啊 我这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你说他那么大一小伙子 在上海土生土长怎么会丢呢 就出去散散心 你是不知道啊 当时自从知道这孩子 出了车祸以后啊 我这心里头就别提多难受了 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 当时我就想啊 我怎么会那么没有用呢 你说美娜就交给我这一件事 我都没有给她做好 当时我就发誓 一定要把小娜给她带好 现在紫诚也找到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 她现在也长成大小伙子了 改名呢 我再把她带到她外婆呢 把她外婆相认 那我对美娜 就算彻底有了个交代了 百年之后我再见到美娜 我也就能心安了 其实你不见美娜什么了 你们这个王子诚可是太有本事了 又怎么了 文静不是去加拿大了吗 她还不消停 你还说呢 你能想象得到吗 这小丫头 下了飞机都没出飞机场 坐了飞机又回来了 她要不这么做才怪了呢 你自己的女儿你还不了解 你知道她回来干什么吗 她到医院去陪王子诚的妈妈了 我们陆家的女儿 好歹一点矜持都没有 自己送上门去 我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 那王子诚她还真好意思啊 我不管她好不好意思 反正这个人是不能留了 把她拍了吧 好,是的 冷都会回去 你剩下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